我们看一下他们提出的 解决梯度消亡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有创意 也许你看了这个以后 你会发现说 深度神经网络 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深的 很多很多数学理论在里面的一个东西 而是说一些小小的提升 但是就是这种小小的 看起来特别简单的提升 造成了整个深度神经网络的 一个大的效果的提升 他在里面 在这篇录文里面介绍的 七度消亡的解决方案就是 使用一种新的激活函数 叫做 它给它名字叫relo 它也很简单 这个函数呢 激活函数其实它很简单 它的定义如下 就是fx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0和x取max 也就是说 当输入的x的 它的计划函数就是说 当输入的x小于0 小于等于0的时候呢 我就 它的输出 这个函数的输出为0 当x是大于0的情况下呢 输出就是x 这一个函数有个简单的 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求导的话 我们会发现 如果输入x的值大于0的情况呢 梯度为1 否则梯度为0 后来的人呢 对它做了一些改进的 就是激活函数 是grelo 叫lickyrelo 它就是说 我当x小于0的情况下 我不一定要取0吗 我可以取另外一个值 然后就是 它的定义是 给定一个x 我取x和一个常数 a乘以x之间 相比较而言 最大的这个值 也就是说 当这个a的值 一般我们取的a的值 是一个正数 也就是说 当一个正数 并且是小于 小于1的 0到1之间的一个正数 你若当x是大于0的情况呢 那x肯定比ax大 那我们就取输出为x 当x小于0的情况下呢 那肯定是ax大于x 我们就取ax 然后呢 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求导 就是当x大于0的时候 我们的梯度为1 就是对x进行求导 答应是小于0的时候呢 小于1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对 相当于ax 输出就为ax 我们对ax求导就为a 如果用图形的方式来显示 就是这样子的 在这一个图中 红色的这一条 两段的 后面两段的线呢 就是圆路 就像我们定义的 fx等于 当x大于1等于0的时候 取之为x 当x小于0的时候 取之为0 绿色的这两条曲线呢 代表的是 我们对于Renew 这个函数进行求导 我们当 它是有分道函数嘛 我们对它进行分 它是分段可导的 当x小于0的时候 因为它的输出的字为0嘛 对它进行求导 它也为0 显示的就是 这一段 绿色的曲线 当x大于 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x的取之为x 对x的硬求导就1 就是 这一段 绿色的曲线 也就是说 Renew 红色的这条曲线 代表Renew函数 我们对它进行求导呢 就是绿色的 这两段曲线 这里我想提一个 思考题 请大家 自己去想一想 既然 我们能选择 Renew 也就是说 选择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的输出相对于输入来说 范围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是无重大的范围 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 激活函数为fx等于x自己呢 那x的输入范围是多少 输入范围也是多少 为什么要选择Renew这种 当x小于0的时候 fx等于0呢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其实除了上面我们介绍的说 解决梯度消亡 的方式是改变激活函数 使得激活函数 从我们平时使用的双取正确 变成Renew这种新的激活函数 来避免梯度消亡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因为梯度消亡的前提 其中一个前提是 我们必须要用梯度的 使用梯度的训练方法 其实训练神经网络 除了像我们常用的 梯度下降法 这种使用梯度的训练算法 还有那些不使用梯度的训练算法 这里有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一篇很好的 中数性的文章 主要就是在介绍那些 Derivative free的优化算法 就是说哪些优化算法 它完全不使用梯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优化的算法 来训练神经网络 这里呢 我也介绍另外两篇文章 分别讲的就是 两种最常用的 不给予梯度的 神经网络的训练方法 第一个是 基于遗传算法 或者进化算法的方法 来训练神经网络 第二个是 基于离子群优化的算法 来训练网络 这两种 训练神经网络的方法 都不使用梯度 所以说 它就不存在梯度消亡的问题 当然 它可能有自己其他的问题 它只不过 没有梯度消亡的问题 FBERS FBERS